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度化众生 你也要有六波罗密 佛真是大智慧 当然我们人间的一般的人都会有这种智慧 你要同人联系做一件事 你要同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这件事才可以做得成的 那么在六波罗密里面的确也有这种作用 第一个就是失波罗密 你用财富来帮助他 那么彼此间的关系就会很好 第二个 借波罗密你不要除脑他 有的人他又是对你很好 但是随时会除脑你 也有这个问题 但是佛教发布对心的人和众生建立关系的时候 不要 你要持戒 不要除脑他 那么第三个是隐波罗密 众生并不是那么好的 他有时候会除脑你的 你有隐波罗密来对付他 能永远不在乎 那么隐波罗密后精进波罗密 菩萨能够帮助他做他所应做的事情 你还能去帮助他 当然这四个波罗密一个能够做得好 同众生的关系是很不错了 很好了 然后你就叫他修禅波罗密 然后叫他修波尔波罗密 那么他也得泄脱 也得神道了 所以这六波罗密是菩萨教化众生的一个良好的方便 如果你不用着六波罗密 你和众生的关系 你想要度化他去相信佛法 还是不容易的